中方呢始终认为美国的极限施压是当前一核紧张局势的根源 美方呢应该放弃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和极限施压等错误做法 同时协议的各方也都应该致力于完整和有效的执行全面协议 我们希望有关的方面能够相向而行 推动一核局势走向反核 中方呢愿意同各方一道为此做出努力 我们多次说过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发布了白皮书 全面的介绍了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新疆地方政府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是为了挽救那些受到了恐怖势力的蛊惑 乃至已经加入其中并且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 使他们能够摆脱极端思想的毒害 这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已经采取的去极端化和预防恐怖主义的措施 本至少没有什么区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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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